大家好 又是專業建言的時候 今天我請另一位好朋友 朱沛坤博士Rubin Rubin是一位工程師 他是做結構方面的 他剛剛在香港工程師學會 是做完他會長的職務 Rubin在社會上 我們很多時候在電視上都會見到他 有關與房屋或工程方面的事務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他來 除了講工程之外 我知道他們一群好朋友 亦都對社會很多事務有不同意見 亦都希望借今天這個節目 和大家做個直接溝通認識 希望大家都欣賞我們接下來的節目 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今天又來做專業建言 今天這集的嘉賓是我的好朋友 Rubin朱 朱沛坤工程師 你好 你好 宜珍 多謝你 今天我剛才在介紹 大家略略講過Rubin的背景 既然你坐在這裏 不如你自己和大家談一下 其實你怎樣入行 和覺得你做工程師的苦與樂 和我分享一下 好的 其實做工程 開頭我讀書的時候 原本我入讀大專 當年我們 我正在做廣告的 廣告的 很喜歡廣告 我自小就很喜歡唱歌 是嗎 那間廣告公司也很大 他就說 你不如進去浩會讀傳理系 讀廣告 我認識那個系主人不太熟 我和你講一聲沒問題 好 那就讀吧 報名 誰知道報名 他就要interview interview 他說 現在就轉了電腦去修身 是嗎 你就是science比較強一點 你在language就不及別人的那些 沒有那麼厲害 不好意思那裏傳你是修理不了 太悅滿 不如想想讀別樣吧 我說突然沒興趣 不如不想讀了 我說算了 浸會也沒興趣 不如去外面讀吧 他就說沒有 你那些physics 那方面都不錯 MX 不如讀土木工程 我們都很出名 我說 好吧 隨便 去見一下 我就走出去讀土木工程 即是完全不是計劃出來的 亂打亂撞出來 雖然我的中文名 譯回英文譯中文 很多人叫老班 老班你也知道 老班先師 是做工程的 是 原來不打不撞 中國改名時已經改了英文名 是這個意思 只顧著 不可能命運安排 是 讀了工程 後來讀 其實一兩年都沒什麼興趣 覺得工程有些悶事 即是隨便 後來被那個系主任有一點影響 那個系主任是以前在香港立教 他不是這樣的工程 是 他一會就來教 那時候浸會很低薪 他教他就很悲心教 其實不是為此 我感動到 原來有人為了教學 是可以做一些 可以這樣付出 給他心理 即是人工少一點都沒所謂 是 走到英國 美國周圍 去跟那些大學周旋 最記得他手上有三條題目 你懂得做是兩分鐘做起的 你不懂做是永遠不會做的 即是他讓你做 你不懂做 他做給你看 你會佩服他 拿著幾條題目 就走到英國那些很著名的大學 那些土木工程的教授 專家讓他做 至今他去到那麼多 沒有人會做 是 然後他做給別人看 人家就立即佩服他 覺得這間店當然不是差 我覺得他就用了很多心機 他將浸會的土木工程 放到外國人去承認 香港當時是否承認 因為可能你知道那個背景 以前英國政府 即是初初浸會未必有人承認 在香港沒有學位的讀長期 就沒有學位 他搞完之後 我們畢業 我自己都是其中一個 就去到讀書 他收我讀 Master 我不用說沒有學位 之後英國 你知道香港還是承認 承認了 我就一路一路 就俗越的考牌 開完牌就做工程師 你好像Rubin 主要做和建築有關的 就是蓋樓的東西 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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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都有 都挺好玩的 香港多還是在內地發展多 現在兩邊都有 我們盡量不想 在某一個地方 擺放資源 到時那個地方 衰退方面 可能會影響 香港也有不少工程 但你們現在的費用 可不可以說 大概是怎樣比香港和內地 香港和內地 大家以為內地的費用會低一點 其實就不是 是差不多 可能有時內地更高 但內地的要求低很多 容易賺很多 如果想賺錢 就一定是內地賺錢 有機會大 但相對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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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其實內地的市場對香港工程界的收入都很重要 對工程界的影響都挺好 好有內地 但香港現在的畢業生 找工作難不難做工程師 現在畢業生是最好景的時候 現在經濟可能出現問題 但你要看回第一任的特首 任何都不做 其實很多人才流失了 去哪裏 有些不選這裏讀 不再要做另一件事 亦去了外國 當年中東方面 內地都有 很多人去做Rail 地鐵、鐵路、九鐵、西鐵 那些去了杜拜那些地方做事 都有 所以現在回到頭 現在香港 現在的任特首 推十大基建 開始已經 其實現在正在上馬 做很多 其實現在基本上 這一行是不夠人的 即工程師 完全香港是不夠人的 不夠人的 基本上是不夠人的 差很多下 所以現在那個人工 其實97 97是最高的 當時大學畢業 這麼說 你一大畢業之後 那的人工 就一直跌 跌到最近 前年開始 就回到97 前年開始 到去年開始高 今年高很多 其實已經很厲害 升得很 如果說實際銀碼是多少錢 實際如果大學畢業的工程 一般公司都不同 政府都不同 大概 說回外面 外面大概都應該可以對到 一萬五至一萬八之間 開始 起身 四年畢業 三年還是四年 現在還是三年 三年 還未考牌 還未考牌 一剛畢業 一剛畢業 是Fresh Grad 不錯 都很好 因為會計師都是一萬二元左右 曾經跌過 一萬七八千 叫價七八千 即是一萬五至一萬八元左右 對 考到牌之後怎樣情況 考到牌 基本上一般都超過三萬 就要看多少年 例如我經常問 以前有些行業 有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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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師行不行 即是你 就這樣做事而考試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難 因為始終你做事 你涵蓋 都是跟你做有關 考試 他不理你 你跟你涵蓋 沒有關都要考 你的基本知識 要懂 其實我覺得 我們要考牌的制度 我覺得挺有用 因為你去考牌之前 一定要重新 將自己準備 當你考完牌之後 你會有少少 脫胎換骨的情況 通常現在 哪行最吃香 大家不知道 工程師有20個範疇 不如介紹哪裏 我們打釋一下 我們只要土木工程 電機工程 不如你來 也不是你的學 有結構 有岩土 有環保 有機械 也有屋宇設備 也有消防 也有交通 和物流 也有很多 塑塑碎層 甚麼都有 即是化學都有 核子的電機 如果記得20項完全不容易 挺難的 因為你都不會接觸 有些參差的很大也很小 土木工程師最多 香港因為 就業機會都是土木工程師 比較高 我想問你 我經常看到 我的朋友做工程師 做工程師 其實很多都很厲害 讀書數目很厲害 才能進行工程師 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因為數目行過 怎麼這麼難 其實我看到很多工程師 出來做事 都相對 在外行人看 辛苦 因為要落地盤 戴礦規 穿鐵鞋 全身來領回來 有時可能去到很遠 工程 未開放 去那裏已經很難去 食飯的地方 可能是茶餐廳 一定的 其實那個苦語落在哪裏 就剛剛不順工程師 其實沒有 你讀書的時候 即是 你開頭 我開頭 我不是很喜歡 讀書我是很喜歡 是嗎 你出來 你覺得你讀工程 跟你不分別 有些分別 就是工程的人 你說我自己很實在 我做一些很實在的 我不會亂來 也有不好處 沒有很大的創意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一直訓練 你都是 因為我們去到工程出來 就不是科學 很多東西要確認 因為你安全 很重要 有些東西未能確認 例如我 你做一些電梯 創新 不可以找了一些人在 那不可以 在樓也有些創新的 用一些未聽過的物料去弄 說到時有什麼 倒了又不行 所以我們都要很小心 很小心 很謹慎 變成你的性格 就會比較 一些 有人講悶 我們現在覺得 我們是很實在的性格 其實你一喜歡 今天就無論如何 好像說 assim 牙都是 牙 沒有人想起 牙一張背口 你看到牙也害怕 還沒滴 一會反而向牙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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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除非你不喜歡就盡快轉 你覺得很適合你做 就用心去做 你就會一定享受到 工程有好處是它範疇很多 就算你做土木工程這麼簡單 都有很多東西 土木其實蓋樓都可以包 蓋樓橋、海底隧道、吊橋、電塔 其實根本我們每一行專業都有共通點 又要獨得又要熬得 但如果喜歡都是值得的 三個獨得 如果你不喜歡做任何事 去到尾你都不會 第一是你不享受 你很辛苦 很辛苦你沒有興趣做 成功機會是低的 所以其實做哪一行都不重要 專業來說 起碼有好處是普通人做不到你的事 你不喜歡做的 你叫我做不到的 門檻比較高一點 對 起碼有個基礎給你去發展 其實已經有好處 走前一步 不會說大家什麼都不懂 都可以去做的 沒有這些 你不懂就不能做 你也是 你喜歡就很好做 有很多東西要學 其實很多中間的過程很多東西 很多人以為都是工程都是GSO 這句不是那麼簡單 很多東西 譬如法律也要懂 合約那些東西 合約 你管理也要懂 反正你拿生意 你又要做市場 見很多工程師 越senior 越做得多管理層的工作 管理層的工作 你怎樣看這個看法 其實這個是錯覺 我教我們的同事也好 其實你做工程 我不知道你的行業 做工程 你每升一級 其實你要懂得 譬如你說對 畢業是畢業生工程師 畢業生工程師 你升一級 我們叫做助理工程師 這樣 那助理工程師 其實你要懂得做 畢業生工程師 一直如此類推 去到你做到我們叫做董事 董事 董事好像說 做管理層 不是那麼簡單 其實董事 尤其是 譬如說 去到我們這樣的位置 其實你來的時候 見到我 如果跟我講工程 其實那件事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因為已經是 出了事 很多人都搞不定 才到你 其實你這樣做管理層 你一定做不到 即是一個把關人 你什麼都要來 什麼都要適做 其實就贊仲敗 更辛苦 是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談談工程界 除了工程師之外 有沒有其他行業 和你們很緊密的聯絡 或者很多朋友 有興趣入行都可以想想 下一節回來再談 好了 我們又回來和大家見面 剛才我們講到 會不會有其他工作 是跟工程專業有關的 因為未必各個人有機會讀工程 也未必有機會去做工程師 其實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 是跟你那行有關 又是賺到錢 讓朋友可以有發展的機會 我們那行很難賺錢 你說賺到錢 其實讀工程其實主要不是賺錢 主要都是用來自己滿足自己做的事 對社會的貢獻 聽到好像很齋 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是有個使命感來做來讀的 跟我們有關的事 不是很多 都是跟我們一起做事 除了那個administration staff 例如會計 各方面人事部 那些 他們可能是IT 因為我們跟電腦很多 是 越來越多會不會 你讀電腦都會跟我們關係會大一些 但主要如果你不是讀工程 在我們那一行可能晉升到很高的位置 機會都未必很大 這個是情況 講開剛才我們最主要這個部分 我想講一些年輕人的發展 今天已經談過大概做工程師 都要好好刻苦內隆 各個慢慢做上去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這個是好的地方 做得久可以做管理層 即是一個外部就班上 剛才我們在談閒計時知道 Rubin的公子都是做工程師 我自己和我爸爸都是做同一行業 所以我今天可以在兒子方面講 你和我爸爸方面講 感覺是怎樣 兒子讀了同一行業是否很開心 其實我也沒有想他讀甚麼 很有趣 他自小讀書 他也是我強項的地方 也是他強項的地方 再多些我更開心 就是我不強的他也強 例如甚麼才行 例如宇文那些他比我好 是 其實他特別在物理方面 和數學特別優勝 我覺得如果這兩方面 你比較優勝 你應該選擇讀工程系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 因為我曾經 他起初他挺喜歡物理 我其實都可以的 問題是我想叫他去外國讀 因為香港你知 做科學家的經歷 可不可以不是多 不是很多個高群 雖然高群是工程師 但你不去外國讀 香港讀 你讀物理 你讀完之後 你明白的 其實香港很奇怪的地方 讀完物理多數是教書的 你不是教書的 你不如物理數學強 你不如讀工程 所以就跟他 其實我又沒有按迫他 他又覺得也對 他就去讀工程 他都選了我的土木工程系 我本身土木工程 你們是否一起做事 也是的 但是他都是 現在偏了他走去 就做一些比較 雖然我們 土木工程裏面 其中做一些比較 比較尖端一些的方面 他做一些比較 我們叫做 advanced 的 engineering 方面的研究 發展 你身為父母 發展在同一行 很多時候 父母都覺得自己了解他的兒子 你覺得溝通難不難 有沒有遇到一些情況是很開心 或者是很不開心的事情發生過 其實是這樣的 我見過很多 跟很多年輕的工程師都有溝通 其實我在這方面 我能夠適應 我猜到 有些事情我應該知道 我兒子想甚麼 有些事情我應該不知道 我也不介意 知不知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盡量給他多些自由 自己去發展 其實在這方面我又適應 不覺得有甚麼開不開心 總之他開心我開心 他不開心 我當然不開心 你覺得你的兒子 開不開心 他80後應該是嗎 他80後 你覺得他開不開心 他會看這段 看他怎樣跟我說 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80後的人 如果我用我兒子來看 他們就跟我們 那個年代有不同 80後那些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其實 中產的父母都很多 是 變了來講 80後 他很多時候 他父母都已經 都不是很優柴米 就這樣說 住都有 各方面都OK的 你讓他覺得 第一件事 喂 你要去做 努力些 去為你的工作 將來 你要做成功的人士 如果年輕 我感覺到 他沒有這個感覺 他完全覺得 為甚麼 搞那麼多 做甚麼 即是 外部就班 已經有了 不急 不用這麼心急 不然他就會是 喜歡做一些 他認為喜歡做的事 擺多時間 他喜歡做 不同我們以前 一畢業 第一件事 賺錢 第一件事 在我們不只賺錢 是最快考牌 考到牌 當年很有趣 當年工程師 跟牙醫行 未必一樣 公程師 如果你考到牌 你的工資 譬如三年多 考到牌 人工是超過一倍的 一開始 你跟人爭 勤力 跟旁邊的同事 有些 喜歡不喜歡 都不介意 沒有所謂 老闆喜歡 總之我先考到牌 我的工資 就超過一倍 那時候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很努力 他們說 人工那一倍很開心 現在他們說 人工那一倍 就那一倍 都沒所謂 很多他們都想法 就是 飯 家裡有得吃 住有得住 坐車 一分鐘車都可以用 他們上班 應該享受工作 我覺得八十學 比較多 就是享受工作 還有可能 由於這樣 就對於社會 要求社會 可能跟社會的交易 失敗了 所以就有要求 以前我們 就適合畢業的人 我今天就沒有興趣去理解 社會做甚麼 我第一時間快手自己 先搞定自己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分別 剛才你提過 你們工程師 是高坤博士 其實我都 每一行都有些表表者 很多總統讀法律 工程師 因為比較是一個 都幾闊的行頭 亦都全世界都很多工程師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或國際 有哪些是 大家耳熟臨場的名字是工程師 剛才是高坤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以為他是科學家 他就是光纖 有哪些是出名的工程師 我當是 阿King阿紀文 你講回 中國其中很多領導人 近年代都是工程師 你見到 朱鎔基 他讀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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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姓朱 是嗎 國家 真是國家很多領導人 真是工程師 很多都在歐洲讀的 俄羅斯 法國那些地方讀 也有自己國內 國內都有 其實工程師 可能我們 其實訓練都是很闊的 同一個工程師 差不多 由project management 至到所有專業 非專業 去管理 各方面都要做 所以其實是 都幾好 還有什麼例子 可以補充 他講 工程師出名 其實有很多 不過講出來 我驚訝 大家又不懂 好似 哪個行業出名 就是自己的工程師行業 還是走出去出個框外面 其實來說 反過來 香港一直以來 其實都不是香港 世界方面 以前要求工程師 跟現在是不同 工程師就是 你搞定你的 技術上 起到樓 就可以了 現在可能 大家要求工程師 就不太簡單 你起到樓 大家都知道你起到樓 你對社會有沒有貢獻 其實社會 對你的期望 你做不做到 這些事情 我想 現在就多了很多 現在變成 譬如我做會長那一屆 我們都盡量推 工程師走入社會 大家多些溝通 做了很多事 都希望社會多些認識我們 我們多些認識社會 大家就 起碼說 要做貢獻 我們都知道做甚麼貢獻 社會都知道我們做了甚麼 因為其實 現在你問回市民 第一件事 工程師做甚麼 可能 都拗頭 其實他們說 不是的 原來這樣 也有份的 即是想 是是是 那條橋是工程師 即是這些路 你們去想 其實 你無端的現在不想 已經習慣了 可能幾十年前就是 沒有路的時候 突然間那條路 哪裏做的 工程師 可能就是這樣 有少少不同 你怎樣看工程界下部發展 例如我一個年輕人 今日今日看這個節目 我們不同的專業人士 講講他的行業 講起工程師 今天聽到很闊 你告訴他不是賺錢 但其實都不是 都可以的 專業人士都應該吃 飲食物 應該飲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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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樣看工程界 接下來的方向 例如你兒子已經讀 或者不如不要你兒子 再退後一格 即是剛剛讀工程師 或想讀工程師 你會希望讀哪一個工程 你發覺是發展最大 而是最不憂 為何呢 都要提起這件事 為何始終你都要有 基本的生活 你才可以追求你的夢想 有些事永遠都不行 你真的很難 再發展 哪一行的工程 你覺得可以想得過 其實香港比較小 你發覺每個年代 都有不同的 對不同工程的要求 他很早期讀電機工程 就很行的 再早些讀機械工程 後來有段時間 很多電子廠 變成電子工程 後來就是電腦工程 去到近這幾十年 機件發展就多了 變成土木工程 其實你說讀什麼好呢 我有一件事 你喜歡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常常都相信 項行有狀 你讀那一行 究竟是沒有什麼人讀的 其實可能更好 競爭少 多的也沒問題 你喜歡的 做得好 你一定是可以有狀元 那機會一定是在這裏 我就覺得 就是讀什麼不重要 其實就算是讀工程也不重要 你最重要是喜歡 你喜歡就可以了 你分身去做 你怎知道自己都不喜歡 其實不知 年輕人 其實沒有的 有時候都是越做越喜歡 都有 其實我想每一行 你可能都會做越喜歡 就是這樣說 但是你讀的時候 你開頭就說 你自己 看回你中學 你自己的成績 各方面 你是不是喜歡讀 因為其實有時候 例如你數又不行 物理又不行 就很坦白 你叫你自己讀工程 可能 很辛苦 你讀不到 也讀到 讀了 都被人篩出來 只會搞 其實就是 但是你喜歡 你之前知道 你讀中學 你高分 你之前就喜歡 那你就讀 你會喜歡多些 這個是這樣 好 我下一節回來 因為Rubin 有參與過 工程師學會的工作 跟社會很多事情 都很緊密的聯繫 一會兒 下一節 請Rubin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對 香港現在社會的看法 甚至乎現在年輕人 有甚麼可以幫到香港作法 甚至乎 看社會某些事 有甚麼看法 待會兒和大家聊 我們又來到最後一節 跟Rubin談一談 剛才我們提過 Rubin在香港工程師學會 就做到會長 剛剛四任 是嗎 照我知道工程師學會 都要一場很長的時候 才做到會長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做了幾多年 工澳 才有機會做會長 這個領導的地位 其實我去做工程師學會 做事 最初我在一個結構分部 因為我認為有二十個分部 其中我們就做 其實也不只是結構 也有做土木 那段時間我入了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是做結構多些的 所以我就入了結構分部 是 說十幾年前的事 現在再看 都做了幾年 才能做到結構分部的主席 是 之後就出來選理事會 理事會就做了幾年 之後我就想著都夠了 供應了這麼多 我就比較少去做學會 反而是做外面的事 譬如我做顧民工程師 當然我做香港顧民工程師協會做事 我做環保建築 我去了香港環保專業議會做事 這兩邊我先後都做過主席 都做了很多事 其實就 後來就有一次一個 都是其中我們學會的功能 有一個現在的前會長 就問我 你有沒有興趣繼續同學會做多些事 我說沒有想過 你說你覺得我可以做 那就做一下 我說沒有想過 我去做副會長 那些 突然間他講完就說 隔了一個星期打來 喂 上次你說的 不如今年你去選副會長 我說沒有想過 他說你現在快去想 我們都求財若渴 你都適合的 做事 那我就說 好吧 你開到聲 做事而已 大家都做 都為業界做很多事 都照做 從那次開始做 那時候就哄我 其實沒有什麼做 我當年第一次做副會長 其實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你剛才做 香港的顧問工程師協會的主席會長 又另外做環保專業環保建築議會的主席 其實那個人物就是工程 就是其他香港五個法定的專業 跟建築有關的五個機構 即學會一起做 同時就做副會長 我發現原來很多工作 那一年都很辛苦 一直以來做 都擺了很多時間 最大的影響就是 我以前很喜歡打高爾夫球 差不多就一個星期 最少都一次 到現在 過去那幾年 由副會長至現在 每年我想 都是我們叫做Single Digit 有人以為很厲害 Single Handicap 打球打多年 不是 打球的次數 是不超過10次 每年 一個月一次都沒有 是一次都沒有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 付出 有一點 在這方面 不是自己想著這麼簡單 你覺得你做一個會長 其實很多人覺得 會長都掛過名字 拍照片 剪彩 其實我想 日常我們都有機會 我也有試過做過 責任和體的範疇 是會跟你做一個副會長 是很不同 因為為什麼 所有責任都在你 都是問你 出來訪問電視或者節目 都是聽你的意見 其實你是代表著那個專業 壓力你怎樣看法 以及你那個得與失怎樣看法 因為我們有個好處 首先 做三年副會長 才應做會長 三年度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訓練 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我接著我一屆 又肯出來去講話 就是和土木的背景 就沒有什麼 我一開做副會長 差不多有什麼事情都是找我 現在還是找你的 現在就是 我們制度是這樣的 通常會長接了電話 會長去決定什麼人去 即是他回答或者叫人回答 是 因為做到 去到 我現在也叫上任會長 理論上就 盡量不要那麼辛苦 所以就 我今年就比較少了 有些事情我都 都派了給別人去做 因為我覺得也都 給機會第一人 訓練一下別人 很坦白的 找到我們都不是好事 都不是 塌了 在你任內哪一件事最大事 塌了 塌了 是馬頭衛 是你當時 在你當會長的時候 那時不是我當會長 我當高級副會長的時候 這麼久了 那時就被人罵 因為當年的會長很少 見面 我那個日 本來是找我 但是 我剛剛 我們國際公司 國際公司 剛在國際公司 董事會在香港開 我不能開 開會 開完會出來 就看到很大件事 電話之後 起碼兩個月 都真的很辛苦 差不多是經常見報 做城市論壇 各方面做很多 但是 另外再看一看 當然 塌的東西是不好事 尤其是有商人 但有個好處 就是 起碼去令大家 喚醒大家 其實 建築結構方面 是很重要 開始以前 大家都沒有理 劏房 那些前建 其實 某一個程度很危險 新樓 以前香港沒有新樓 香港很多新樓 很多時候舊樓都被拆 對 意思是 舊樓是不多的 風險以為不是很大 其實也很大 之後 要呼籲 大家都知道 原來不是這麼簡單 都會接受 要找專員去看看 不要亂做 這個我也是有一個正面的訊息 剛剛講起 昨天一個節目 就講香港那些 閻盆 或是禪盆 有些人說 專員人士 都是用眼睛去看看 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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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做得到 要鑿開石師 看看鋼筋有沒有生鏽 才行 那香港不是很多事情做嗎 就是這樣的 那麽危險是否這麽大 其實有幾方面去看 第一 樓齡也有關係 第二 你做什麽呢 首先 你見過那座大廈 那些建築物 你要看那些圖籍 去看看 其實那個 每個等樓 可能有些地方是高危一點 風險大一點 那些地方你便要注意 有些地方不是那麽風險大 高危大 就不用整天去看 所以 我想 維修和保養 是很重要的 你經常去 沒有那間樓 還未曾 剝下這間那麽漂亮的位置 就做 你已經將它 被防漏的地方做完 游泡油 去保護它 其實就OK 你做回多一點 這些方面 那間樓 保持健康 整天都新的 即是不夠 其實風險就低不到 是 我們都提過很多事 有關於工程方面 不過我們社會話題 我想前一陣 今天 我剛剛看 舊報紙看起 香港不是說起 那些五區公投 去年可能都斬眼 好像又過了一段長時間 很久了 那時候說起 我們說去年有幾個議員 覺得不喜歡 情況 我就辭職 重新選舉公投 結果 市民的反應相對 不是那麽熱烈 加上我們花了幾兩億元 就花了去 所以社會上很多的看法 有些人說應該怎樣做 但當然有人覺得 我是有權辭職 有權被人選舉 再選過 都不同的看法 所以現在社會上談到的 是替補機制 我想我沒有既定立場 我只是說一件事 最重要是公平大家 我共識 這些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Rubin他們有一班朋友 我也知道他們對這方面 都作了一些特別的建議給政府 你今天上來了 那不要浪費這個機會 不如跟大家談談 例如你們的理念 為何有新的看法 為何你覺得行得通 不如交給你和大家談談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其實都說回工程師學會 就不是那麽 我們叫Flexible 去做很多 跟工程沒有什麽直接關係的事情 尤其是在社會方面 尤其是政治 政制 或者民生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二萬多會員 都很難去說 每個會員都覺得 你應該要做的 但你去到現在 剛才也提及過 香港來講 市民大眾 其實對所有專業人士 包括工程師 對社會方面 貢獻的要求都有的 你都不會說 你有你做工程 你社會不理 你沒有意見 或者沒有貢獻給政府 如何去做 市民對我們有要求 因為在去年我們成立了一個工程會 工程會 現在會多些做一些民生 社會的事情 這方面 我們也研究過 立法會裏面的議員 辭職 辭職不要緊 辭職 又不行 原來普選 他就回來選 選了 選了又選了他 其實好像搞了大餐 原地達報沒有字 結果沒有變到 然後勞民相財 我當然知道其中 他有些意見想表達 但是用這個方法 其實我們工程會覺得這個方法不適合 因為辭職 辭職 你沒有一個方法 你做很多其他方法去做 就不應該要 使政府 政府使用了錢 其實就影響到市民 消了 我們就看回 但是政府又 不太好 在6月推出了一個 叫做 替補機制 那個機制 就有少少覺得 是 太急 想不太好 想不太清楚 想不太清楚 都改過很多次 中間 一推出來 都改過很多次 這就是奇怪 最後現在 剛剛質詢完 有四個方案 其中四個方案 政府自己都說 喂 他又不是很清晰 其中三個方案 可能是否會抵觸基本法 我看 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 是否抵觸基本法 你就推出來 那就不要負責任 我們自己就想想想 其實我覺得 首先整件事件 發生了 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你想改法來 就政治問題 其實似乎是有些 不是很對 那方式不對 你不是對政下約 我想 政治又要想想什麼方式 其實很簡單 你說他辭職又去選 你不讓他選 那就不行 不如反過來 現在在基本法 已經賦予了 立法會有很大的權利 譬如說 如果某個議員 要做些事情 不合規 諸如此類 那三份之二的 立法會的議員 去投他票 說他不應該 讓他繼續做 他要開除他會員的資格 我覺得這個是 既然可以開除他的資格 其實為什麼不用這個方法 用立法會的議員 去投票 叫他不讓他辭職 不是說生老病死 各方面都要開除理由 是不讓他無理辭職 因為其實 每一個立法會的議員 第一 他做的時候 他已經宣誓 你效忠香港 諸如此類 你是有責任的 你責任就是 你不會做一些勞民商場的動作 你既然是 無理辭職 之後又轉回頭的 你不如 我就給你一個機制 你改立法會裏面的條例 即使用自己 house rule 如果三份之二認為 你不應該辭職 你就不能辭職 繼續做 除非你有好理由 如果三份之二 反轉到民主社會 三份之二認為 你可以辭職 辭職 辭職 辭職完再選 再做 沒有辦法 因為那些議員 我們選出來的 這麼有智慧 這麼高的質素 的議員 都給你辭職 又給你回來做 我們不能搞 好過你 就說 任由他辭職 搞到市民大眾 還有花錢很多資源 令到他浪費了 你這樣說 差不多甚麼機制都不用搞 其實是可以 你立法會 三份議員 一向都在 不用寫新例 只要到時候提出 我們 我動議我反對他辭職 他不辭職 只要三份二過了便可以 有少少 可以這麼簡單 因為那條條例寫 寫得很奇怪 即是基本法 其中那條 他寫到 就說 要他辭職 就不是不讓他辭職 因為以往 一般人想法 就不會說 找機制 就不讓人辭職 就算做公職 即是 要三份議員決定 就可以要他辭職 要他不讓他做 要他不讓他做 就不是說 不准他辭職 因為通常 正常情況 你怎樣去管理 一件事去控制 或者我叫做操 始終要改例 所以要改例 但是改立法會裏面的 in-house rule 就不是改大眾 不是假法例 影響大眾的例 不是大眾 很簡單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所以當日我們一出了報紙 有電台訪問了我 電台的主持 都說我們這個是第五方案 他說這個就是第五方案 其實他很聰明 他覺得這是第五方案 我覺得他挺好 我也挺喜歡 就是他看得到 我們這個方案 其實是有建設性的 所以我就 其實都呼籲 剛才說過 年輕人要怎樣做 現在很多時候 你見到社會 很多時候都是 大部份人都反對這些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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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合理反對 我現在都反對他做 反對他有什麼 什麼 什麼 公投 諸如此 又說反對他 做個替補機制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說 你反對不要緊 不如你想一回一件事出來 一個方案 給政府 或給大眾市民去 去想一下這個方案是否好 好 好的就是大家去做 我覺得 這個看法 現在在社會上 那個反響又怎樣 那個反響 我聽到這麼多 大部份人都覺得這個是好事 因為簡單 你自己 立法會裏面的人 你用立法會去 幫他搞定他 你不要煩出 政治事件 政治解決 對 現在你有沒有給到他 相關的 政定及內地事務局 我們就是在早一天 即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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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我們都會發表一些意見 其中我們不只是反對 我們都會 是 給一些方案出來 希望市民去參考 大家認為很可行 希望政府會實行 這是我們的做法 聽到去 好像很多個大家可以想的方法 因為我們發覺香港人現在 很多時候其中我最主要的理由 我都參與這個節目 因為覺得專人士我們有自己獨門的功夫 因為我們不是很闊的 都是一行 因為在訓練的過程和思考的能力兩面 希望盡量找到結果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都找不同的朋友來談 例如今次的剃補第五方案 我聽上去都是可以考慮 如果你說不用的 給理由我為何不用 或者給我減 減是完全沒問題的 因為我們專人士有好處 我開代Rubin和朋友說 最重要是你聽我的意見 你給我 feedback 我們已經盡了我們有責任的公民的做法 其實我期望 政治事務局回來找我們 大家坐下來談一下 如果覺得這個地方有什麼困難 我要大家談一下怎樣幫忙 想一個更加簡單更加好的方法去解決 好 所以我說專人士有很多個 Rubin其中一個表表姐 都對香港社會事務很有心 很多謝Rubin今天上來和我們聊天 希望在北九的將來 希望為香港做得更加多的事 走出來幫我做更多的事 多謝你 希望用專業知識去服務市民 賺錢不是首要 生活上絕對是可以 真的算過得去 我想今天給我最印象深的一部分 就是講到他一班朋友 因為專業人士覺得和社會事務 要有更加多的參與 令我自己的感受比較多 其實我們很多的朋友 出來做學會 做業界工作 都是盤著自己取諸專業 用諸專業的心情 希望用我們的技能 或者知識 希望盡我們的方法 幫助社會有多少得多少 剛才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去年的一個重新 因為有立法會員選舉裏 而衍生到今年 政府有一個諮詢 叫做一個替補機制的諮詢 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很多的反響 但我覺得今天專業人士 希望用一個現有的機制裏面 去做一些調整 微調能夠令到 整件事更有理性化 合理化裏面 這是引證了專業人士 可以為社會做的地方 官民論他的提案 能否屬實 或者能否做到他的工作也好 這是我們專業人士 或者香港市民的第一步 是參與多些社會的工作 任何朋友 只要對社會有承擔 有抱負 是應該把握機會 去把你的訊息 告訴我們香港政府官員 或者任何機構的負責員知道 因為好的意見 是永遠不會少的 多多才能幫助香港發展 好了 希望我們下一集 有更多有意義的啟發 我們下一集再見 要請你 妳的關卡 有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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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